- 大家好,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,今集我們看一看大陸的新聞,就講緊一個40歲的男人辭職,不做事,回家做什麼呢,就全職兒子,每個月是拿到多少錢人工呢,我們一齊看看吧,最近全職子女這個話題, 在大陸可以講得上是掀起熱潮,有不少網友都說好羨慕,亦都有人沒辦法接受,就說這個做法只不過是美化了啃老女的行為,在大陸浙江寧波有一個40歲的男人辭職,辭了他一份人工高的工作,在家裏做起全職兒女,每個月他父母都要補貼些錢給他的,由於食同住宅, 在家裏,加上保險費之後還可以存到不少錢。根據大陸媒體《寧波晚報》的報導,寧波一個40歲姓美的男人, 原本他在上海工作,月薪人民幣2萬元高的,但是這段時間由於要照顧病族的媽媽,就陸陸陸陸請了兩個月的假,等媽媽身體好回來才重返崗位去工作。 但是過了沒多久,他竟然辭職,不做了,不工作了,在家裏做全職兒女,那他68歲的媽媽就說,當年反對他辭職,因為工作曾經令到他很驕傲, 但是見到他工作壓力那麼大,上海生活成本又那麼高,就不忍心見到他那麼辛苦,就有他啦,但是成為了全職兒女的姓李這個男人, 他每日的行程就是朝早起床做早餐給爸爸媽媽吃啦,跟著全屋大掃除,再做午餐晚餐,等到晚餐吃完就再陪爸爸媽媽去散步放狗啦,中間空閒的時間就是自己的。 他亦都透露通常就會睇吓股票,鍛鍊身體,或者是睇吓輸,他講到他爸爸媽媽的退休金加下去, 每個月有萬一元人民幣,每個月就會給五千五元人民幣給他做補貼啦,由於食同住都在家,所以其實開支不大,交完保險費之後還可以儲到錢, 那日之前月入兩萬人民幣,但是在上海做了月光族,現在做了全職兒女之後,需求慾望都放低了,反而還可以儲回錢。 他媽媽說到,兒子在全職兒女就沒什麼意見了現在,但是他擔心一件事,擔心兒子又找不到老婆。 其實現在大部分人有一個叫四筆,四筆是什麼呢? 不結婚、不生子、不買樓、不拍拖。 如果是行四筆的話,其實我覺得他做全職兒女都沒什麼問題,但是唯一最大的問題就是如果他爸媽百年歸老之後, 他每個月就可能給不到五千五元了,可能就要出回來做事。 到時如果出來做事的話,人家見到你工作上有個斷層會不會再請回你呢? 就越困難了,這樣可能是未來他要考慮的事了。 好了,今集同大家看到這裏先啦,大家有什麼想說,下面留言啦。 我們就下集再見啦,拜拜!